中国西南 滇池东派 云岭大地的医学摇篮坐落于此 久治风雨 济世笃行 昆明医科大学 低力前行 链接世界 辐射区域 国际教育学院 奋集杨帆 90年的风雨历程 昆明医科大学 见证了云南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起步与发展 实践于1933年 前身是东陆大学医学专修科 1956年独立建院 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与单位 199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与单位 经过数代昆一人的陆力耕耘 今天的昆明医科大学 以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 即教学医疗医疗科研为一体的高等医学院校 在国内外医学教育 与医疗卫生事业中享有盛誉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昆明医科大学 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致力培养国际医学人才 1998年 学校迎来了第一批留学生 2011年成立国际教育学院 拙励发展留学昆一事业 学院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畅 和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的发展需要 持续推进和深化 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 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通过卓越的教育理念 先进的教学模式 为现代医学教育不断输出 合格的国际医学人才 不断扩大昆明医科大学 在区域医学教育 和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影响力 昆明医科大学 依气严谨的学风和绵长的教责 欺敌智慧润泽心灵 学校整合教学资源 构建了本、朔、博及非学历教育的 多层次国际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形成了以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 等相关专业为特色的 医学家融合发展新格群 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依托学校丰富的实践教学资源 建立了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行全程化临床思维训练和临床技能培训 在临床实际中 同学们可以锤炼医学技能 提升自己的临床诊疗水平 在科学实验里 同学们可以动手探索医学真相 夯实自己的医学科研水平 在技能大赛上 同学们可以深入交流学习 提升综合素质 为了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学校为留学生打造了感知云南 对话世界文化空间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国情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 医德教育 医药文化和校园文化 有机融入汉语 中国概括 中华才艺等语言文化类课程 提高留学生汉语交际能力 和跨文化适应能力 全面提升医德修养 和个人综合素质 此外还构建了 集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 为一体的留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系 积极探索 体验式课程改革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组织留学生赴各地 体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和先进产业文化 促进留学生认知云南 感知中国 学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 主动服务南亚 东南亚国家医疗卫生发展需求 并派出专家赴国外开展 手术展演 为当地医务人员临床技术水平的提升 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质量的培训项目 受到培训学员 有关国家卫生等政府部门的高度赞誉 提升了学校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力 有力推动了学校 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卫生 对外培训基地的建设 助力了区医疗卫生水平的整体提升 为更大程度的激发开放办学的活力与张力 学校与三十一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九十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固的交流合作关系 发起成立了南亚东南亚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联盟 成为推动国家和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在这里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踏上国际舞台 感受不同的文化熏陶 拓宽视野 丰富人生 如一位智者 在时光的积淀中 不急不徐 在西南之地 走出了一条连接世界医学的前行之路 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在这里成长与蜕变 他们以精湛的专业技能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赢得了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国内外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昆明医科大学将继续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 为学生的成长 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持和人文关怀 彰显医学教育的魅力与价值 在这片医学的沃图上 为国家和地区培养更多 具有国际视野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跨越山海 拥抱世界 昆明医科大学 一个让梦想启航的地方 一个让医学人才绽放光彩的舞台 在这里 我们寻觅希望之光 为世界培养医学新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parked EE判 各&引擎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cerned 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